我们都知道,在中国漫长的封建时期中,整个社会风气都是男尊女卑。在这样的大环境下,女人想要做出一番事也是很不容易的,可凡事都有例外,中国古代还是出了很多靠一己之力。 大权在我的女人,其中最出名的无疑是吕智、武则天、慈禧三任了。今天要为大家说的这个女人,就能立上来说,与上述三人相比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。这个女人的名字叫做梁洛瑶,在西夏国出生,不过却是正宗的汉族女子,或许是上辈子积攒了不少福气。 反正从梁洛瑶幼年开始,就拥有一副颠倒众生的容颜,许多男人都对其失迷无比。在当时的西夏国有一位全臣梅藏鹅旁,他在听说了梁洛瑶的美貌之后,便将其收到了土中,佩计了自己那个顽固儿子。 按照道理说,梅藏鹅旁的儿子虽然十分顽固,但好歹也是显贵之后,梁洛瑶一民间女子也应该满足了,但偏偏梁洛瑶不是一般人,他渴望接触,拥有权利。 当时西夏皇帝的名字叫做李良作,是一个十三岁的矛头小子,本来皇位是轮不到他来做的,但是因为他是梅藏鹅旁的侄子,并且十分草包,所以梅藏鹅旁在仔细思考之后,决心扶他当皇帝,因为两家是姻亲关系,所以李良作经常来梅藏鹅旁的府上游玩。 梁洛瑶自然是把握住了这个机会,他经常刻意逢迎这位少年皇帝,还在其面前诉说自己过得有多不幸。 这一来而去,两人就发展成了情人关系,不过很快,这件事就被墨藏鹅旁给发现了,本来他就没把小皇帝放在眼里,现在又出了这种事,梅藏鹅旁就跟儿子商议,准备把李良作给废掉,可让梅藏鹅旁没想到的是, 两人的这番谋话,竟然被梁洛瑶恰好听到了。当晚,梁洛瑶便密密出府,将这个消息告知了李良作,听闻了此事后,李良作急得跟热锅掌的蚂蚁一般。 梁洛瑶便接机凑了上来,为其献上了一个计策,那就是先下手为强,把梅藏鹅旁诱骗进攻中杀掉。 李良作立刻令令自己手下的小宦官前去传指,紧急召梅藏鹅旁进攻觐见。 梅藏鹅旁荡了几十年全臣了,什么场面没见过,他以为是小皇帝怕了,根本没有像要杀自己这方面想,结果最后梅藏鹅旁还真被小皇帝埋伏下的刀副手给斩杀了。 就这样,梁洛瑶踩着自己夫家,一跃成为了西夏国的皇后,在掌握了西夏国权力之后,李良作曾多次御驾亲征与宋朝开战,结果有一次不小心,受了重伤驾崩了。 这下子,西夏国由他和梁洛瑶的儿子继承,梁洛瑶也一跃成为了大权在握的皇太后,掌握了帝国权力长达二十余年。